今天连续发生连锁反应 菲律宾发生大爆炸 法国发生持刀伤人事件 而这一切背后竟是巴以冲突的连锁反应 说来龙去脉之前 出于人道主义 我先为这些受害者默安一下 谴责一切恐怖袭击 关注土豆 今天咱们和大家聊聊 冲突升级 以色列正将美西方拖进地狱 也欢迎将您的高剑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长按点赞 我们继续观看 作者 坏土豆联盟 呆毛豆 演播 卡加 陪我的国 一起密习 现在情况是 巴以冲突的停火已经结束了 小椅子又开始继续轰炸了 属于人菜引大 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 当地时间12月3日早上 以色列军方对整个加沙地带 进行大规模空袭和炮击 袭击目标地区 包括加沙地带南部城市 汉尤尼斯 这一波估计又要炸死很多平民 现在巴以双方的情况是 一个有战斗力没装备 一个有装备没战斗力 所以未来可预见的就是双方长期菜机护卓 估计会持续拉扯很久 但这不是今天我要说的重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 其中有一部叫做大内密探008 里面的反派有一招叫无相神功 效果相当于隔山打牛 打中的没事 周围的人反而全部承担伤害 现在西方阵营的处境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 大家也看见了 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力 他们说是要彻底消灭哈马斯 实际上轰炸了半天 基本上都是在杀害平民 根本就没打到几个哈马斯 而且他伤害了这么多平民 只会刺激更多老百姓参加哈马斯 只要以色列不能消灭所有的巴勒斯坦人 那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哈马斯组织越打越强 从无相神功和政治博弈的角度来说 这就叫打中的没事 那这股能量被转移到了谁的身上呢 目前来看答案是菲律宾和法国 有人可能疑惑那这关菲律宾什么屁事啊 怎么无相神功把伤害转移到他身上了 那你这就得了解相关群体的特征了 你要他们组织阿拉伯联军去拿以色列 他们呢是没这个胆子的 但搞爆炸或捅人去袭击平民 人家这方面是非常擅长的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打仗的胆子 但是袭击那搞的是很666啊 11月3号菲律宾南的棉兰老国立大学发生爆炸案 4人被炸死50人受伤 可见爆炸规模之大 同时最新情况在12月5日7时30分左右 菲律宾内湖省庞吉尔镇一名学生 收到一张印刷的纸条 上面写有炸弹威胁信息 称在几个小时内将有学校发生爆炸 该镇镇长因此宣布当地所有学校停课 然后就在同一时间 附近的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埃菲尔铁打附近 12月2日晚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一名德籍游客死亡 两人受伤 如果说只是简单的持刀杀人事件 也不会引起国际关注 关键在于法国警方发现行凶之前 这个嫌疑人是有预谋的录制了一段视频 明确了自己的极端主义身份 那这样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大家还记得911是怎么发生的吗 当时本拉登的态度基本就是既然你美西方侵略殖民中东 那我就去你的本土上放大烟花 我们互相伤害看谁受得了 这就是无相神功的伤害转移 我谴责恐怖袭击 可这些恐怖袭击为什么会发生呢 那可能有人疑惑 我们都知道法国境内收留了大量的中东难民和移民 那怎么菲律宾也炸了 因为现在菲律宾当局为了跪舔美国疯狂的在南海搞事情 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 虽然这些极端分子对南海的事情倒不感兴趣 但是他们看见一切美狗都是非常烦的 更别提菲律宾政府和本地的中东宗教信徒有矛盾 所以就顺手把菲律宾也炸了 不过说到这里 大家也别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 认为这些宗教极端分子是善类 这纯粹就是狗咬狗 真要是有种的话 你炸平民干什么呀 你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呢 真有种的话 咱组织阿拉伯联军去解放巴勒斯坦呢 但是人家在正面战场上就是没这个胆 所以就疯狂的在背后答言 现在这就是一个不好的开端 毕竟中东宗教信徒在欧美国家内部是广泛分布的 这都是他们自己的白左圣母放起来的 属于是求垂得垂了 之后以色列估计还要轰炸很多轮 他再这么轰炸下去的话 那最先顶不住的可不是哈马斯 所以马克龙最近坐不住了 总是提醒以色列 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你不要炸的这么厉害 下手温柔一点 美国现在照着你以色列 那这些宗教群体 他确实不敢搞你 但你积累了仇恨这么多 全部转移了 导致他们天天搞我们呢 所以说这个问题现在在西方引起了特别大的关注 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会不会炸到美国本土 那欧盟毕竟是战斗力很软的一个地方了 他们把钱都花在了发福利上 军事他确实一般都交给美国控制北约了 那如果说后面这些极端分子把事情搞到了美国本土 那美国是不是又要去打反恐战争呢 特朗普之前竞选的时候可是喊出一个口号啊 只要你敢让美国留一滴血 他就要让敌人留一加伦的血 那加伦呢是美国的一个计量单位 一加伦等于3.785升 而且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的态度是非常亲以色列的 现在美国社会选举又越来越急化 要是拜登执政期间 哪怕是只有一个美国人被炸了 那这势必会成为整个美国竞选炒作的热点事件 但拜登的态度大家也知道 他是希望中东熄火 然后调兵到东亚 万一后面出了点什么不测风云 到时候全美国都会谴责拜登 说你就是个软蛋 你这废物啥也干不成 所以说呀 现在巴以冲突这个事情 对于美国来说那算是彻底失控了 虽说中东王爷们都比较怂 各个阿拉伯国家也不敢替巴勒斯坦出头 但是社会上那些宗教极端组织 中东国家他们呢也控制不住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美国很有可能成为极端主义袭击的重灾区 这现在的局势呢 就好比美国是个大稻草 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在上面点燃的话 那整个熊熊大火呀 他就烧起来了 到时候整个舆论都会推着拜登 让他又去中东打十年反恐战争 但是按照美国现在这个经济状况 你别说打十年反恐战争了 就打三年都可以把他打到肾亏呀 现在拜登就不断的通过自己人 去旁敲侧击以色列 恶地乖乖呀 恶地秀祖宗啊 恶地亲娘嘞 你下手轻一点啊 12月2日 美国副总统哈利斯 在迪拜出席COP28的时候 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公开说道 以色列有自卫权 但如何做很重要 美国的立场是明确的 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 太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害了 那现在的画面就好像是 以色列不断的在挥舞拳头说 呀哼我打 然后拳头打在哈马斯的身上 旁边人问哈马斯 哟你被打得疼不疼啊 哈马斯说不疼啊 甚至还有一点舒服呢 结果突然一个猛烈的力道转移 这战争初期还在力挺以色列的西方国家 开始集体吐血 兄弟 你不是说很舒服吗 以至于现在出现一个神奇的画面 众所周知 在这次巴以冲突中 胡塞武装表现得很积极 最近胡塞武装就开始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袭击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11月26日晚间 野门政府指责胡塞武装挟持了中央公园号 随后裤装藏雷的一幕发生了 美国说 我认为胡塞武装应该没有干这个事情 我认为应该是索马里海盗 估计胡塞武装心里在想 什么 我这明明打了你一巴掌 你居然说我没打 美国说 你懂个锤子 老子稀里苦啊 要是我承认这件事情是你整的话 那不就要扩大家马了吗 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呢 那么美国这对大稻草上面的火星子 究竟会不会点燃呢 这个呀 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最近俄罗斯反攻卓有成效 把乌克兰打得有点吐血 乌克兰呢 感觉压力有点大 而俄罗斯只想和美国说 咱最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姓哈自马斯 好的 今天内容就到这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不迷录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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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